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房子这样的大事 丈夫竟然自作主张 没把妻子宁女士的意见当回事 宁女士对此越想越生气 这事就像一块石头堵在她的心口 而更让她生气的是 丈夫郑先生事后的态度 郑先生事后对此不仅没有半点回忆 还对宁女士的生气有些不以为然 这让妻子宁女士无法接受 妻女士说 丈夫这种事先不商量 事后不道歉的做法已经成为习惯 当年买车子也是这样千斩后奏 她想买车 就要牵车的去借钱 没钱 干嘛买车 我不想买 这个时候意见又不同 不同 我了解到一个什么情况 她已经打电话 跟她四姐借了一万 跟我兄弟借了一万 跟她妈借了一万 我就不知道 借钱是用来买车吗 对 对 她已经决定了 对 我心里很不痛快 我算什么呀 也许我做得太武断了 这件事我承认 是我做错的 做得有点没有 给她们握多这一支 为什么会那样做呢 一直想买车 这个想法已经好多年了 之后我也跟她说了 你自己太有主见了吧 我算什么呀 是啊 这件事我承认做得 做得有点武断